Hello 我們看看一題關於這個 Application of Trichonometry 的問題 這題就是一個right square pyramid 給了你的 然後它就有些甚麼你會知道 它的Edge 每一條邊都是K 其實它四個這樣的邊 這個都是一個Equoletra Triangle 很特別 接著它說 Find the angle between the plane VBC 和 VCD 我們看看 VBC 和 VCD 如果大家有剛才聽到我說 其實這兩個都是一個Equoletra Triangle 如果攤開這兩個面 VBC 和 VCD VC 在中間 VB 是這樣 這裡全部變成一樣 接著這裡就是 V C 如果攤開它 其實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我們怎樣找角度 between two planes 我們就要它的點拉下來 大家都是90度 OK 這個圖可能不太明顯 但其實這個情況 就真的在這個位置 所謂的90度 就是這裡和這裡都是90度 和它相對應 V C 和 B 拉下來的位置 和 V C 和 D 拉下來的位置 都是相同的位置 如果是方向90度 如果你要拉直 它就知道其實是在中間 OK 問題就是我想找這個角度 那怎樣找呢 這個角度是否這麼容易看得到呢 第一件事 我們要看看究竟的長度是怎樣 我們要看這個角度的話 就是我們當這裡形成了一個角度 我當這個位置叫 M OK 那它真的是距離點 那我們叫 M 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我們要找一個角度 就叫 Angle B M D Angle B M D 如果我們拉回一個正常的三角形去看 那即是角度是 M 我當這個是 B 和 D 那 suppose B M 和 B M D 都是相同長度的 OK 相同長度的 那現在我想找這個 Angle M 那怎樣去處理呢 首先我們知道 D M 和 B M 其實那個找法都找得到的 那怎樣找呢 就首先在這裡 這個 Equalectical Triangle 那如果這裡是這樣 這裡是 K 那其實這個 K over 2 那這個其實是多少呢 那這個就是如果一般 我們看這個三角度 就是 1 2 跟著開方 3 那但是現在剩下 2 分 1 那其實就是開方 3 over 2 那麼多 K 那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 這兩條邊都是開方 3 over 2 那麼多 K 開方 3 over 2 那麼多 K 那其實可以不寫 K 的 OK 因為你都知道 其實最後都會弱走它 好了 那B D 怎樣看 B D 要看本身下面的正方形 那本身下面的正方形 全部的 Length 都是 K 那B D 是個彈簧 那它就有這個 Root 2 K OK 那就是 Root 2 OK Root 2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它是一個我們叫做 Isosal Triangle 那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把些什麼呢 就把它分開一半 我就是找這裏的直角 那如果這樣找這隻角 我們就這樣去想 一個三角形 一個直角三角形 而這裏在 Root 2 除了 2 只剩下一半 然後這個 Root 3 over 2 那我要找這裏的直角 那怎樣找呢 那其實我先把這隻叫做 Theta 但是最後我們的答案要乘2 那這個 Theta 我們就會這樣想 好 那這個就會 Sign Theta 就會等於 Root 2 over Root 3 因為兩個都除了 2 那份子份母除了 2 我們不寫都可以的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得到一個數目 是多少呢 就是說 Root 2 除 Root 3 那這個就是那個 You Shift Sign 那個數 那 Theta 就是若膜 54度 54.7度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數 我們要乘2 乘2的話 這個數乘2 若膜109.4幾 所以答案就是 D FTA4